Hello 大家好 我是榮順 這條影片應該跟玩遊戲沒什麼關係 如果大家想看玩遊戲的東西 可以往後退 這條影片是關於 Unboxing 開箱 最近我由於發了幾個樂夢 就買了新的HUDDIS 來回合我本身的資料 最近都很流行所謂的 Cloud Backup 所以這幾個是有FREE 200Git 可以用兩年的雲端 Backup 廢話不多說 開箱先 這個是4個鐵 它的價值 在馬來西亞來說 我買了700馬幣 港幣左右 可能港幣是1400-1300 台灣幣的話 大概就 八千左右 而目前的對比來說是 大家可以看到 你的後度來說 相較於 相較於我是比較早期的人 我就不追求薄身的 大家可以看到 你的後度 都 怎麼說 是 如果你拿了新時代的HUDDIS 來比未必真的會後了很多 但是 根據我上網搜集的資料 和Salesman跟我解釋的情況 是說 裡面其實是兩個2TB 是利用一個橋接 將它們接成4T 即是說 實際上裡面是有兩個HUDDIS 在運作 由於我是不打算打開 因為我本身是打算繼續用的 無厚度 說真的 無厚度 無厚度 都接受到的 而且 這個 真的不重 這個TB 來講 OK 那盒裡面 都是一些禮牌的 一條Cave 一本 基本說明書 對 這個Model是Backup Plus 本來我想看 想買Backup Plus Backup Plus 大概是貴了 四百五港幣 和二百馬幣 台幻錢的話 大概就 兩千五百 至三千 台幣 所以 我發了什麼惡夢 如果你有興趣記憶的話 就是 我發覺我夢了 我的HUDDIS 壞了 我的資料就沒有了 也是一個原因 導致到我要買這麼大的位置 來Backup我的資料 但是 先看看 我拿回那些舊的 你先看它 大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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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是我一直用來的 這個是以前抽獎得回來的 如果你比較的後度 應該這麼少 因為這個本身有電池的 因為是可以設計給iPad iPhone 和Android 用的 嗯 都很貴 如果當初我不是抽回來 我買的情況下 港幣應該也要1200 馬幣應該是五百圖 台灣錢的情況下大概六千 大家compare 一下厚度 是真的會厚一點 感覺上應該都差不遠 因為這個本身有電池的關係 拉上補一下 如果我拿回這個 這個是我本身是 這個是我在手提電腦拆個黑碟出來 不是你自己買個行李家裝的 如果這個情況是 相較起來當然是薄很多 嗯 少少 不遠 嗯 你講用來講 其實Harddisk說真的 除了用來收相收器 以及收重要文件 以及做工資料之外 基本上Harddisk都沒有什麼細事 再加上今時今日3.0的速度 大家應該有很多影片 都應該比我重要 如果真的要試 不可以的 重點是 我這個iCloud要去哪裡註冊呢 難道我們的說明書裡面有解釋 對喔 不說都不記得 這個有iCloud 不是iCloud Shit OneDrive 嗯 是 在這邊有個program 個program 就是這樣了 先讀一下 是真的就這樣註冊 不用白不用 我馬上去註冊 這條影片到這裏 會不會有Herk 2來講 給我一點時間 多謝收看